大家好 我是三鄉香港人Ernest 今天來到瓦居樂遙月台 也是一個在南投鎮的樓盤參觀 這個樓盤由三棟大廈組成 樓下是商業街 亦有配套一個幼兒院 交樓時間是明年的6月30日 這一項目已經全部封了頂 以及做好電梯 它是瓦居樂品牌的樓盤 它的樓盤在售是三棟 有五十一方的樓盤 剩下最後四套單位 另外在二棟和一棟 主要有八十九方的樓盤 後面這邊 以及一一九方的樓盤 我首先介紹一下它的區位 遙月台也是位於南投鎮 南投鎮是銅濟東路和東北路的交界 銅濟東路是一個食街 有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特色的餐飲和食肆 另外沿著東北路下來 這裡有一個將軍市場 大家可以在這裡買菜 還有一個金盛錄的購物商場 然後這裡是美食一條街 主要是食肆為主的 沿著南投大道大概五分鐘的車程 可以到這邊輕軌南投鎮 如果上港珠西線高速 就可以北上廣州南站 以及南下也可以到珠海 三鄉、中山柱城區那邊 直接接駁港珠澳大橋回到香港 如果你說上廣州南站那邊是比較接近的 大概如果你搭高鐵的話 就是18分鐘的車程 就可以去到廣州南站 如果你說開車的話 都是半小時就可以去到廣州南站那邊 所以交通配套都是比較方便的 附近除了有一個 120萬方海亞紛紛的商業體 明年年初就會開業 到時那邊也會有蘭桂坊食街 以及一個大型商場 冰雪王國 會有一個天際的 游泳池、草坪、有大量的名牌 名牌品牌進駐的華潤超市等等 附近也是因為中山這邊 南投這邊主要是小家電品牌為主的 這邊也是一個雲基依谷的國際企業港 有很多企業進駐進來 都是一些家電品牌 創新科技開發的 如果我們沿著南投大道一路過來 這邊就是南投鎮的政府 也有南投鎮公園 這邊比較多一些 南投鎮中心小學、幼兒院 也有一間比較有名的三鑑學校 另外也有港際醫院 也是一個私立醫院 社區配套也是比較好的 接下來就帶大家上延樓看看 大家好 我們現在來到三棟 在一個五十一方可以做到兩房一位的單位 首先我們進來這邊 到時的交流標準就會做了智能鎖 進來後就會是一個廚房 是一個開放式的設計 然後我們看看客廳 然後戶外有一個露台 整個中山市來說比較少有兩房的護形 我們看看房間 房間有一個客房 然後他就做了一個乾濕分離的洗手間 然後我們看看主人房這邊 看看圓景 這邊三棟 如果這種五十一方就剩下四個單位 基本上都賣光了 他除了精裝修之外 另外還會送十二件套的一個家電 現在的總價大約是六十五萬起步 如果大家對這個小單位的護形有興趣 歡迎和我Earners明洛格 稍後帶大家看另一個護形 接下來我們看看二棟 八十九方可以做到三房兩廳兩位的單位 我們首先進來 這個是交流標準 到時他會有十二件套的傢俬送 有桌子、梳化、電視櫃等等 這裡就是客廳 這邊就是客廳、飯廳 另外外蓮也是一個比較大的露台 雖然它八十九方 但開間是做得很寬闊的 而且也可以做到一個套廁 因為它大面積八十九方和一一九方的護形 陣送的面積比較多 所以它的實用率是超過九成 我們看看客廳 客廳外蓮一個飄窗 飄窗是全陣送的 另外這邊就是洗手間 一個交流的標準 這邊就是另外一個陽台 它是陣送一半的面積 跟外面的陽台也是陣送一半的面積 然後我們就看看主人框 主人房這裡也有一個套廁 然後這邊可以做一個兩米的大床 然後做一個衣櫃 這個飄窗也是全陣送的 以這個八十九方的單位為例 它的總價大概是一百萬左右 如果大家對這個八十九方的護形有興趣 歡迎和EARNESS聯絡 稍後帶大家看一個柳王一一九方的單位 然後就帶大家看一個一百一十九方的重點推介 可以做到四房兩廳兩位 這個同樣它的實用面積都超過九成 我們首先進來 這些是交流標準 亦都做一個指紋鎖 進來後首先我們可以做到一間房 這個也是送一半的面積 進來後非常之正 因為它是一個橫廳的設計 大家看不看到它的露台是非常之長的 有接近六米半的闊度 還有陽台有一半的面積是陣送 所以陣送的面積比較多 這邊可以放回飯桌和梳化 這邊是客廳一邊是飯廳 空間感非常之寬闊 另外這邊就是廚房 這個護形是很實用的 廚房這邊可以放回一個雙門的冰箱 雙門的冰箱也可以 這些都是一些交流標準 到時爐頭和抽油煙機都會做好給各位 升盤等等 我們看看這邊的套廁 這裡基本上是沒有一些浪費的空間 套廁就在這裡 然後這邊再做多間房 這個房子也很大 大家看看 因為飄窗位那邊也是陣送的 我們再進來看看另外兩個房間 這邊就做了一個客房 很寬闊的 飄窗位是陣送的 還有床和床身這邊也比較有一個空間 我們再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這裡你放完大床 依然可以三邊落床 這裡飄窗位全震送 亦都是看來源的景色 另外這個主人房也做到一個衣帽間的效果 這裡是可以放一個梳妝桌 以及一個衣櫃 裡面就是一個套廁 它也是藍不對流 套廁那邊有個窗 空氣流動性是非常之好的 以這個119方的單位為例 它的總價是120多萬就可以買到這個單位 亦都可以做一個低首庫 兩成的首期 我覺得這個119方 我見過很多差不多價錢的戶型來說 是比較好的一個 因為它的橫鏡真的令我覺得挺驚喜 如果大家對跳躍台這個四房 可以做到四房兩次的單位有興趣 都歡迎和Annes聯絡家 帶大家看完這三個戶型 我覺得亞居樂耀月台主要的賣點 反而是大單位 例如89和119方 是比較吸引的 尤其是119方 可以做到四房兩廳兩位 它的賃送面積比較多 以及實用率很高 加上它的橫廳 在其他樓盤 以這個價錢來說 比較少見到 所以如果大家走開來藍球 有興趣看藍球這邊的樓盤 我建議大家都過來 月台這邊看看大單位 它這邊的小區 圓林佈置 綠化都是不錯的 有一個兒童公園 設施而言不是特別多 但都是以實用性為主 內圓、大堂等都做得好企理 這邊其實過海下奔紛城那邊 又不是很遠 大概如果你步行的話 就7至8分鐘左右可以過 如果對藍球站這邊的樓盤有興趣 也不妨看看耀月台這邊 它明年會是下年6月30號交樓 是一個準現樓的項目 加上它是一個雅居樂的大品牌 也給予大家一個信心的保證 歡迎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今期的視頻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訂閱和分享我的視頻 今天講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看另一個樓盤 多謝各位 拜拜